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三百二十四集 半个时辰 半株香后 胡老身子冲回 面色难看 身上更有两处伤口 他盘膝坐地 说道 杀了 不过又来了两个 老夫打不过了 王林站起身子 踏步走了出去 刚一走出尽职 就看见两个野人老者 正疯狂地挥舞手中 铁链一般的符纹 向着十六面旗帜 组成的飓风撞击 每一次撞击 都会从那飓风之中 传出阵阵咔咔之声 王林出现的瞬间 其中一个野人老者 立刻目光一闪 手中符纹之链 抖动之下 好似一条长蛇 向王林逼来 这符纹之链来临时 带去剧烈的破空之声 甚至在旗上 王林好似看到了一条 黑色的蛟龙之魂 在咆哮 王林神色如常 右手在虚空一抓 顿时从四周的黑幕中 一把黑色长枪闪电般冲刺而来 被王林抓在手中 刺向符纹之链 碰 长枪崩溃 那符纹之链也出现掠纹 瞬间化作一个个符纹 向四周散开 野人老者面色一宁 大喝一声 手中多出一块红色的兽皮 一抛之下 手皮立刻燃烧起来 化作一个巨大的铁盘 这铁盘一出现了 那些四散开的符纹 立刻被其牵引 向着铁盘凝聚而去 王林右手抬起 轻轻一握 顿时又一把黑色长枪 在其手中出现 他脚步一踏 身子如同闪电 冲了出去 野人老者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二话不说 身子一动 站在铁盘之上 口中传出复杂难鸣的咒语 顿时那铁盘立刻变大 瞬间变好似小山一般 骑上的野人老者大喝一声 带着铁盘立刻高高飞去 逼过王林次来支枪 随后 但听一阵呼啸 从天而降 那铁盘立刻从天砸响 王林脚下的地面 顿时出现阵阵军力 他的身子被一股无形之力束缚 行动变得缓慢起来 同时啊 另一个正在轰击飓风的野人猛地回头 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笑容 右手一甩 其身上的符文立刻顺着手臂宣泄而出 一个个符文连接重叠在一起 向着王林轰来 王林目光始终冷静 他伸开双臂 口中轻吐 近气之枪 现 顿时啊 四周的黑幕中 一把把近气化作的长枪 立刻疯狂地冲出 在王林一点之下 向着不远处的野人 甩出的符文轰击而去 同时啊 王林内心冷静 右手在楚戴上一抹 仙剑在手 双手握住 向着天空迅速一展 通的一声啊 肩盲击齿而出 与那砸来的铁盘撞击在一起 铁盘一颤 其上出现阵阵裂风 踩在上面的野人老者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眼露震惊之色 但立刻 他便猙獰地吼叫一声 在其眉心出现了午夜植物 这植物一出现了 立刻从其眉心处延伸 转眼间便满步全身 而且顺着双脚进入到铁盘 钻入那些裂缝中 顿时啊 铁盘闪耀刺眼光亮 再次砸来 这一次 他只距离王林不足二十丈 王林目中寒芒一闪 毫不犹豫把手中仙剑向上一炮 一声霹雳 仙剑化作黑光 漠然间冲上铁盘 好似刺入豆腐之中一般 从铁盘内传透 在野人老者一眼不可思议中啊 把他的身体一封为二 血液四散 王林身体上的束缚顿时消失 他猛地回头张开口 一个黑色小印从其口中飞出 立刻放大 向着那正在与无数进枪战斗的野人砸下 那野人面色一变 右手在身前一拍 顿时手中多出一块瘦皮 扔了出去 瘦皮化作一个巨大的拳头符纹 与黑印轰击在一处 王林轻哼一声 身子向前一动 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摸 立刻多出一个铃铛 被他一甩之下 罩在了野人头顶 那野人一边要与黑印斗法 一边呢 还要小心四周刺来的无数进枪 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正要再拿出一块瘦皮 但铃铛已然落下 把他笼罩其内 王林右手一招 铃铛回到手中 他立刻打出硬诀 落在旗上 顿时啊 铃铛内传来 阵阵当当之声 隐约还有咆哮之声传来 拿着铃铛 王林收回仙剑与黑印 转身踏步 回到阵法之中 他消失后啊 四周归于平静 只留下地面上的蚕食血骸 阵法之内 轮回树下 忽老看着王林走近 眼中露出一丝 微不可查的忌惮 他刚才看到了王林战斗的一幕 内心比较之下 忌惮更深 还需多久 王林看向轮回树 七上三个黄点 依然变成了拳头大小 快了 最多再有半个时辰 轮回果就会凝化 忽老肯定地说道 来不及了 刚才所来 只不过是五叶数周时 一旦有六叶来临 这相当于化身后期的野人 一个 我尚有把握牵制 但若是来了两个 我无能为力 而且 此地有七叶数周时存在 相当于应变起 王林沉声道 忽老脸上阴沉 正要说话 忽然他面色一变 看向阵法之外 王林轻叹一声 看了过去 只见在远处啊 超过了二十道黑芒 急迟而来 其中有六道黑芒中 包裹着巨大的面孔 尤其是前面的两个 其散发的黑芒 更是如滔天魔艳 时而有六叶植物 在面孔上闪现而出 来到进前后 那些黑芒 立刻化作野人 最前面的两个六叶数周时 正是之前追杀 后被掏受索引之人 那老玉身上的印记 比之前多了一些 略有暗红 并未消退 显然是刚刚化完 他截然一笑 几乎干枯的右手 向前一抓 顿时啊 那本就被之前连续攻击下的飓风 立刻轰然崩溃 其内十六只恶鬼 消散一空 四周地面的十六只小旗 纷纷碎裂 飓风消散后啊 展现在众人面前的 就是一片黑幕 老玉身子向前一脉 正要进入那黑幕之中 忽然 他面色一变 身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漠然间向后一扭 只见一把镰刀 在其身前瞬间一闪 消失在黑幕之中 老玉干瘪的身子 立刻出现一道血痕 他立吼一声 右手在身上符纹上一抹 顿时啊 符纹出现 在其身体四周闪烁 老玉口中传出几个咒词 顿时那些符纹闪动间 一个个化作巨大的火球 在他一声低吼下 冲向黑幕 黑幕中立刻飞出 大量进气化作的长枪 与那些火球撞击在一起 发出震天惊地的轰隆声 同时啊 五把镰刀瞬间飞出 向着老玉消去 就在这时 一道紫光从远处瞬间来临 落在老玉身边 紫光消散 露出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身体极为魁梧 大手一伸 居然直接抓住了一把镰刀 一捏之下 镰刀啪的一声碎裂 他右手在抓 又一把镰刀被其抓住 捏碎 此刻呀 剩余的三把镰刀 立刻飞回黑幕 消失不见 那魁梧男子 全身绝大部分地方 都充满符纹 只不过这符纹 与其他野人 有些不一样 他并非浮在体外 而是深深地融入到身体之中 成为了皮肤的一部分 此人出现后啊 那老玉清横一声 没有说话 这魁梧男子 看了一眼黑雾 右手握拳 默然间一拳轰出 他身体上的符纹 立刻诡异地蠕动 随着符纹的蠕动 但见此人全身的肌肉 立刻凝聚在他右拳之上 一拳之下 黑幕立刻一晃 隐藏其内的三把镰刀 顿时崩溃 胡老面色阴沉 回头看了眼轮回树 咬牙之下 目光在许罗与运萌之间 一扫 最终落在了许罗身上 右手掐绝 向前一拍 顿时一道灵光 进入许罗体内 许罗立刻惨哼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 只不过呀 在他倒地的一瞬间 大量的乳白色气体 从他头顶疯狂地涌现而出 吸收进轮回树内 王林目光闪动 看了胡老一眼 这胡老心狠手辣 不惜牺牲门下弟子 全部的寿员 加快催化轮回国 只不过呀 这是其门内之事 王林无权干涉 也不会干涉 许罗身子倒地 那轮回树上的三个黄点 立刻散发出四眼光芒 渐渐凝湿 胡老心知还是不够 暗叹一声 右手又在蕴蒙身上一点 此女立刻喷出鲜血 眼中露出一丝悲哀 望着胡老闭上了双眼 顿时 大量的乳白色气体 从他头顶融入轮回树内 瞬间 三颗轮回果立刻凝食 王林与胡老几乎同时起步 向着轮回树上的果子抓去 在这极短的距离 几乎瞬间 二人便来到进前 王林一抓之下 拿取一个轮回果 至于胡老则是不顾一切的 双手连抓 拿到两个 随后身子立刻后退 看向王林的目光 充满了警惕与防备 王林毫不犹豫 一掌拍在轮回树上 此树立刻从根部断绝 被他扛在肩上 右手一招 黑幕消失 金帆落在手中 他身形不停 向着远处 急驰而去 胡老也是如此 二人所选择的位置相反 至于那秋四平 此刻也睁开双眼 咬牙之下 向着王林所走的方向跟去 这一切都是在黑幕消失的瞬间发生 几乎是黑幕刚一消失 三道人影便从其内冲出 外面的那些野人立刻阻拦 那魁梧男子 双目紧盯王林 身子一动 迎面阻拦在王林身前 至于老玉 则是目光锁定胡老 上前阻止 另外一个六叶树皱石 他的目光 则是投在了秋四平身上 秋四平只感觉 好似被一只凶兽盯住一般 身体漠然间 被一股奇异之力笼罩 居然无法挪动分毫 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六叶树皱石 冲他咧嘴一笑 紧接着 他便感觉眼前一暗 失去了知觉 在他的额头之上 出现了一个正在不断生长的奇异印记 面对魁梧男子的阻拦 王林面色阴沉 他毫不犹豫 一拍储物带 先剑在手 向前一展 那魁梧男子哈哈一笑 右手直接轰出 与剑盲撞在一起 砰 那魁梧男子右手皮开肉绽 露出其内灰色的骨头 在其骨头上 引有浮纹闪动 他的身子被远远地抛开 在十多帐外 才停下 眼中露出充满战役之光 大喝一声 再次向王林冲来 王林感觉手中先剑一阵 他立刻借着此力 身子向后击退 化作一道黑芒就要逃离 他几乎立刻就猜到 对方绝非束咒师 而是那之前 从未出现过的战咒师 否则的话 一般的束咒师 怎么可能会单纯地以拳头 就能接下先剑之威呢 王林退去的瞬间 他看到了邱四平眉心的异样 内心一沉 右手一抓 邱四平的储物袋 立刻落在他的手中 王林没有任何停留 迅速飞去 那魁梧男子大喝一声 踏步追来 此刻 剩下的那些束咒师 立刻分出束人 上前阻拦王林 王林眼中杀鸡闪现 他喝倒 滚 说着呀 手中仙剑横向一展 顿时有两人被拦腰斩断 鲜血飞剑中 其余阻拦之人的脚步 不由得一缓 接着一缓之势 王林默然间冲了出去 剧出品的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余曼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